欢迎收看动森午安新闻 我是韩佩颖 震惊全台湾的永和分尸案 抓到了凶手 竟然真的是凶掌杀害了弟弟 还半失四天 这一名良心凶贤残忍犯案 把过错都推到了弟弟的身上 他说弟弟没有工作 借钱不还 还经常欺负他 所以两个人在八月底 就大吵了一架之后 所以这一名哥哥说 他才动了杀鸡 而九月九号的凌晨三点多 杀了人之后 他还睡在了遗体隔壁的房间里头 等于是半失四天 当中除了外出买便当买东西之外 几乎都待在了房子里头 因为他要想办法弃失 而这一次警方破案的关键 跟这一个行李箱的颜色很有关系 您可以发现这一名哥哥这一名凶贤 他放案之后 拉着行李箱走出了家门 这行李箱的颜色是红色的 凶贤每一次出门 都会拖着这个行李箱 在里头身怀了16万元的款项 后来胸贤曾经一度觉得太显眼了 把行李箱系在了超商里头 而刚刚好警方去调了监视器画面 就研判了这一名胸贤 很有可能会再回来拿 所以跟超商的店员来合作 使出了拖延战术逮到了人 嘉义这两名机车骑士 爆发了火爆的行车纠纷 男子拿出了铁棍朝着对方的后照镜 连砸了两下 后照镜被砸坏的时候 男子要离开时 还不断地叫骂 甚至飙出了国骂 再拿出了铁棍砸车 高速公路上竟然有人在走路 是发生在9月5号的上午 国道3号 北上的土城交流道附近 要来看到这一个非常夸张又惊喜的画面 当时这名男子竟然是站在了高速公路的中线车道 原来是友林县从他的货车上掉了下来 这一名男子决定要冒险的下车来捡 但当时这个状况这是高速公路 警方表示掉落路可以开罚3000到18000元 建议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么样的状况 可以拨打1968来通报 高工局会派员来排除 有直播拍卖天王称号的直播主连千亿 被指控发行的NFT涉及诈骗 是6号上午连千亿遭到了刑事局的逮捕 连千亿还有合伙人还有员工 一共有四个人被带回讯问 而检警查扣了有大批的钻戒iPhone手机 还有名牌手表等等 但是经过了警方鉴定 确认是假货 连千亿公称它只是直播代销 否认诈骗 而检方在7号的凌晨2点 预令连千亿是20万元交保 直播主连千亿传出利用了NFT来涉嫌诈骗 让NFT的问题再次浮出了台面 好 接下来看到了什么是所谓的NFT呢 这是一种非同质化的代币 是属于艺术品 像是这可以是一段声音一段影像等等 甚至连电子存证使用认证也可以贩售 但由于有一些NFT平台在新进之后 会出现了恶意倒闭或者是消失的情况 所以提醒民众投资了NFT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屏东肯定在今年夏天很不幸发生了第一届的溺壁案件 当时是在后壁湖的小巴黎海域 有一对情侣自由浮犬想不到意外的溺壁 当时游客是发现说这对男女在水中载浮载沉 立刻报警抢救 但很不幸这对情侣最后还是送衣不治 但是离奇的癥结点在于 当时是风平浪静的 风浪相当的平静 而情侣之所以会溺水 很有可能是因为退潮 被带往了外海 所以才发生意外吗 旁边发生了火警 这一名车主竟然受困在停车场里头三个小时 是桃园这一名陈先生 他控诉5号晚间因为发生了火灾 被通知来移车 想不到停车场竟然断电了 电子栅栏还有缴费机通通没有作用 他赶紧打电话给了客服 等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才有人接听 而且栅栏升起来的时候 还是将近了三个小时过后 中秋节就即将来临了 台中有一些很知名的饼店 现在每一天是大排长龙 因为您可以看到下午才开卖 好多民众是一大早甚至半夜就来排队了 而且就算下雨天依旧照排 长长的人龙是看不到镜头 被网友们调侃形容 很像是贪食蛇 中秋节送礼有民众订购的是 很知名的半手礼店的月饼 但想不到收到的时候一打开 发现这月饼已经整个碎掉了 内馅全都掉了出来 就像打过了仗一样 其实酥皮类的糕饼这几年大受欢迎 但是由于外皮很脆弱 在运送过程当中很容易会碎裂 所以这月饼如何包装就大有学问 台南知名的阿唐贤舟 如今一碗鱼杜舟的价格涨到了260元 也引发了争议 老板还说了为什么只有我开发票呢 这说法被国税局还有其他的店家打脸 另外一家业者就说了 开发票16年了 还有云端可以用 但是一提到了开发票这么样的话题 阿唐贤舟的老板还是很不服气 这一次他又呛瞎了 说整条国华街有谁在开 说到了美食 有美食店家遇到了新型的诈骗 屏东一家烤鸡店 有男子自称是食品厂的协力厂商 打电话要订60只的烤鸡 还要烤鸡店帮忙向这家食品厂 订购牛肉罐头 还有买50箱的水 这店家还真的照办 买了水烤了烤鸡 打电话给了食品厂要订购的时候 食品厂的业者一听就跟这个店家说 你被诈骗了 连续9年荣获了澳门米其林的名店 陈光季烧辣店 2019年封关来台湾台店 尽管这餐点要价不便宜 但是人就是拥有许多的死忠老饕 但是为什么荣获了米其林的名店 现在在台湾的分店要永久收摊了呢 独家为您报导永和分尸案 我们独家访问到了死者的同学 好这同学说了死者生前呢 非常的守约定 突然失约又失联 所以呢让大家起了疑心才赶紧报警 而同学也感叹了 说死者呢是非常孝顺的 因为要照顾妈妈 所以呢辞掉了法警的工作 很多邻居呢也说曾经多次看他 背着妈妈下楼 而想不到呢才刚刚要开始生活而已 上了社区大学 很阳光又上进 竟然遇害 最新的地震消息 刚刚中午的12点50分地牛翻身 最大阵度在宜兰投城 有三级 记者罗易景有最新的连线报道 加以有两名骑士爆发了很火爆的行车纠纷 当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名男子呢竟然拿出了铁棍 狠砸了对方的号召镜 还不断的叫骂 新美市议员刘美芳报警 说他在跑行程的时候 遭到了黑衣人讨债 对方呢拿出了影印的资料 显示呢是一张 平票支付的八千万元的支票 而开票的人呢是他的父亲刘炳伟 要求刘美芳要来解决 不过呢重点就在于 这张支票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怎么分辨